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三位老师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颜炳红 颜老师 欢迎颜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蔻乃馨 蔻老师 欢迎蔻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涂雷 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了解一下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遭遇了怎样的困境 各位请看 我们是10年的年初阶的话 那就是刚开始结婚那半年 我感觉挺幸福的 后来就是因为她的前妻 像影子一样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 就因为她的前妻 我们在六年当中吵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就是我觉得很痛苦 一生我就决定我们离婚了 本来说离婚了 我已经走出这段痛苦的婚姻了 但是她就是以关心女儿为由 经常到我们那里 就是稀罕温暖的 送这个送那个的 我有感觉她不是只是 关关心女儿那样子 我也觉得说 我们好像已经回到了 初恋时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现在我就非常的纠结 非常的痛苦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离婚的我应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男嘉宾李先生41岁 来自云南自由职业 有嘉宾小怜27岁 同样来自云南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好 欢迎两位 小篇我看了 我问一下 我没算错的话 结婚六年之后离的婚 对吧 你这个讲述是这样的 离婚应该是你提出来的 是吧 对 离婚的理由小片里面说过 是因为你觉得 她跟她的前妻纠葛不清 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好 你们在这六年的婚姻里 你们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女孩 多大了 现在六岁 孩子现在跟谁 跟着我 你在第一段婚姻当中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 男孩 你前妻说她跟你离婚的理由 是因为你跟你的第一任妻子 藕断丝连 是还是不是 不是 那你的眼中你们离婚的理由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为什么也因她要跟我离婚 在这段婚姻中间其实我 我往西过很多东西 我也在很多朋友跟前 下过柜 说是我跟前妻联系的话 你说平凡的话 这我不承认的 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挺好的 她对我就是种种的关心 我觉得跟她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我也挺喜欢她的 我们结婚之后呢 就是因为她跟她前妻经常打电话 他们那种经常会讲那种说 以前都怪你啊怪我啊什么 就讲这些话 我感觉我听了这话 我挺难受呢 比如吃饭 你有没有跟她说过 说我特别建议你跟你前妻往来 说过 既然她跟你说了 为什么还那么频繁地往来呢 在电话中间争讨啊 有些时候都是为了孩子 那如果是谈孩子的事情 我可以理解 他们那种电话里就说 当年都是怪你什么什么 怪我什么什么 你说我在跟天他们都这样讲 那我不在的时候 我肯定不是就该一年状了吗 好 也就是说前妻是一个横争在你们 婚姻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这意思吗 对 那这事是老李的错呢 还是他前妻的错 冷静 想想 我再直接地问 是他们俩的前情未断呢 还是确实就是孩子这点事 你说你的判断 我感觉他们前情未断 是前情未断还是因为孩子 其实是为了孩子 好 也就是说在这段婚姻当中 你不相信你的先生 你只相信你自己的感受 对吧 你感觉他跟他的前妻是前情未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好 就因为这个东西 我相信到了很多回 所以你们就离婚了对吧 下面是第二个大问题 离婚多久 新年4月25号离呢 后来小片里面就谈到了一个问题 说他还是对你很好 是还是不是 是 你指的他对你很好是指什么 就比如说他大晚上呢 给我们送香肠啊 水果啊 我不是就是那位生孩子 就是身体不好嘛 什么当 他就出差前那个 什么当生啊 这些就会带过来 给我女儿买衣服的时候 他也会给我买 那我问他 我说你这样子什么意思呢 他说你不要往哪里方面 这个方面想 这个我就挺纠结呢 也就是说你往那个方面去想啊 你的意思的是 他想跟你复合 但是他不承认 是 好 那你就直接说嘛 就是你还是 因为他这个 从去年4月份离婚之后 到现在又一年多的时间 你的前夫对你和女儿 还是关照被制的 所以你是想复婚的 但是他没提出来 是吧 对 好 那我特别想问啊 就是当你跟他离完婚之后 他跟他的第一任妻子 有往来吗 听他妹妹他们讲 有 他们打算复婚 那都没听说 那你怎么判断你们离婚的理由呢 因为离婚的理由是 他跟他的前妻纠结不清吗 对 他们经常联系那种 我就觉得我挺不乐意呢 那你现在还能够忍受 他跟他的前妻继续纠缠不清吗 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 所以呢 你干嘛想复婚的事呢 那他对我那么关心那么好 好 接下来我要问的是 你为什么跟他离了婚还对他那么好 他也好奇 我也好奇 我每个星期都会去看看孩子 他现在是一个人 我也只要有一个男人去担担 他刚才说的时候 有些时候给他带腊肠 有些时候呢 我会出差 出差到外地的时候呢 就会买一些土特产 有时候从家门口过的话 我就会从窗子边放点精气 然后呢 我就发网信息呢 我就走了 我说你输一下 还有一次是我到朋友家里面去吃饭 他呢就买了四袋米 问我要不要 哎 我说可以啊 于是呢我就把这个几袋米抬回去了 给我你啊 那我接着想问啊 你对你的第一任妻子也这样吗 没有 如果没记错的话 刚才你说你曾经还给他跪下过 是的 是为什么要跪呢 一直都在这闹 闹来闹去 闹来闹去 我是最后一次 直到是就在离婚图 二十多天以前 就是七年的四一份 那个时候我们在开一个会 我的前任妻子也在 但跟我真的说 内心说没有任何关系 她在我一个部门 她呢在朋友圈子里面看到 看到大家在一块 后面她就冲到那里去了 那天你又说我在主持会议 我说你别闹了 有什么事情都没过了再说 好 会开完以后呢 网上接她还在闹 我就当着很多朋友的面 我给她跪下了 我说你记住 小脸 我这一跪是 一呢怎么说呢 给这个家庭再跪 给孩子再跪 给我们中间的那份爱再跪 于是呢她就把我的衣服 现在都还在那件衣服 一直她有个扭扣 那些衣服烂掉的地方 后面她说她跟我修补 我说没有那个必要 就留下来大家做个纪念 她把你衣服撕了是吧 对的 对 我很生气 我看到她前妻 她直接完全没有顾虑我的感受 我就只好把她拖出来 我是这么想的 我说我打你三前 就把我们中间集数了嘛 我带着女儿自己过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那我就把她拖出来 然后我手 刚伸出去之后 就被她挡住了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里 就在一边就大打出手了 第三个大问题 刚才你说 你是小复婚的对吧 现在 她这么稀寒万暖呢 现在有一点 那她前妻 但是我究竟的事情 不不不 她前妻怎么办 我先不想听你的纠结 对 她前妻怎么办 她前妻不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抹平 你怎么还要想复婚呢 离了婚不是合了意了吗 那她对我的好 离了婚不是合了意了吗 她在婚姻期间对你不好吗 婚姻期间是好的 但就中间有她前妻 对啊 她前妻也没有出现变故啊 为什么要复婚呢 那她最近不一直送这个呢 对啊 她跟你在婚姻当中 她对应该比送这个还好嘛 按你的说法 那为什么呢 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后悔离婚吗 后悔 那好 一年多过去了 当她不在的时候 你自己带着女儿的时候 你有没有重新审视 你们过去那六年的婚姻 没想过 那你这一年半怎么过呢 当时倒是挺痛苦呢 但过了之后 后来我也觉得说 没什么了嘛 离了就离了 反正自己带着孩子 一样还不这样可以过呗 那就是她最近老那个 就送那个送这个呢 你说买衣服了 以为 摩擦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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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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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年来活得很累 好吧 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有什么意见 一起进入邱笔特文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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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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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你叫她叫什么 老李 她前妻也叫她叫老李 对 两个女人都叫老李 请问这两个老李有什么不同吗 如果你很舒服 你觉得是正常的 说明前妻和她是在一个角色上 如果你只爱她 那么另外一个女人叫同样的名称 你一定不舒服 因为老李是代表成是老公的 如果另外一个女人叫你会有这种不舒服吗 我问你 你跟她在结婚期间 有没有借钱给你的前妻 有 她这种情况只是发展到了极致 在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 我对前妻都可以有情有义 我对你能差到哪去 我对同事都有情有义 我对我的妻子还能差吗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但是这个逻辑是有问题 当你明明知道 你现在的爱人和妻子 介意你跟其他异性之间发生关系 比如借钱 你还要瞒着她去做 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 这个天平 你的妻子是排在了前妻的后面 或者说你现任的妻子 是排在了你面子的后面 你以为你这样对前妻是有情有义吗 我不认为是有情有义 多半是为了面子和装好人而已 为什么呢 她明明知道你不高兴 还要去帮助前妻 说明她是一个不懂得尊重 和没有同理心的人 一个没有尊重和没有同理心的人 不可能真正地去帮助到一个人 她的动机一定有问题 你想嘛 连枕边人都不能对待好的人 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对别人好呢 要么为了面子 要么还爱着前妻 要么装好人 所以你就会看见这种所谓的烂好人 我经常说嘛 爱好全世界很容易 爱好一个人其实很难 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一种男人 就是对老不好 对外面的女人 甚至有点恶 我甚至喜欢这样的男人 但是像这样的人 其实是生活当中温柔的海人精 因为他看上去很善良 很厚道 很老实 但是因为他的没有边界感 因为他那种所谓的逻辑 使得你在恨他的时候恨又恨不起来 就他领子的时候 他露出可怜巴巴的样子 噗通给你一跪 你又觉得我自己是不是太饿了 就这种人是最害人的 你的那种所谓的善良 如果不能够有底线 如果不能有原则 其实到头来 没有一个人会记你的好 实际上你对你前行好不好 该做的也做了吧 你对他好不好 你该做的也做了吧 你对同事好不好 该做的也做了吧 有一个人念你的好吗 没有一个人念你的好 就是因为你的善良 没有边界 你呢 勇敢地嫁给了他 当然潮起嫁来也很勇敢 但是勇敢缺乏了智慧和谋略 作为支撑的时候 不叫勇敢 你那叫冲动 冲动容易让人一错再错 你不适合跟他在一起 他短期之内是改不了 这种所谓没有底线的问题 长辞以往已经形成的习惯 你们俩都应该找 适合你们的人 你们俩之间真不适合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你该给抚养费就给抚养费 该打卡里的卡里 该建孩子建孩子 建孩子的时候 如果一年需要那么一两次 两个人共同带着孩子去玩 次数可以少一点 不需要那么多 你建孩子可以单独建 就像你建你前原来的孩子 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经常 跟你的前妻扯不清 而对于你来说 我真的劝你 死了这条心 你好好的带好孩子 否则的话 你跟他在一起 真会越来越痛快 你说你想复婚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 可曾见到你 为了复婚的那种眼神中的 憧憬和幸福 没有 咬牙切齿的 你复什么婚呢 对不对 那还不如不复吗 是吧 所以 走自己的路 画好你的边界 祝你们幸福 三位老师 三位老师分析得特别透彻 你说他没有边界 说得对 你说他没有智商 也说得对 但是另一个问题 又怎么解释呢 就这两个人 至少在一个问题上 表现出了一种一致性 口不对心 你可以解释说 他是不想复婚的 因为他对前妻 就是没有边境的 他的门就是没有关紧的 但是你又如何解释 他干嘛要站在这个舞台上 跟他说 你为什么跟我留婚呢 没有必要吗 那就说他对这个婚姻 嘴里没说 心里还是留恋的 还想回家吗 我一直逼问他 我说到底你想不想复婚 一会儿想 一会儿不想 但是实际可以看得出来 是想复婚的 就你们两个人 还在较着劲 我也不知道 你们俩为什么较劲 下面其实就你们俩了 就未来想要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老李 你未来想要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你又想要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这个太关键了 道理都分析在这儿 都摆在这儿了 你们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们坦诚一些 不要再骗自己了 我不是要力促你们在一起 而是说 不要让赌气离婚的行为 再一次出现在 所谓复婚的这个环节中 冷静一些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股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首先感谢你 一路走过来 对我的一些呵护 对孩子现在的一些教育 同时也感谢你 今天能带我来这里 让我真的明白了我人生 曾经不明白的东西 谢谢 在最近的时间里 你那样做 我当时回前期 刚开始那一会儿 我就觉得也挺好的 但我究竟也就是 为你前期那个事 我又不能容忍 但是还是就是 你做的这些事情 让我真的是 就是你让我不要乱想 真的让我不要乱想 都我做不到 好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请回 来 请关门 看这对曾经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嗯 小花童有请 谢谢小朋友 好好想想自己 要什么样的生活啊 来 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谢谢 我感谢你能够维持这样的机会 同时也感谢在座的三位点评老师 的确今天我能明白很多东西 我还是会向那个老师讲呢 就是你跟你前期 如果真的是断了 就是那些什么 那些杂志杂办事都没了 那我们两个这期开始 那个是没问题呢 如果还有前面我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就是那种小肚鸡肠 小心眼的人 我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那场幸福距离 白天能够一遍 在爱里奔着你 未来变得那么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 爱本来就没什么落寂 就祝你们开心吧 就祝你们开心吧 慢慢来吧 慢慢来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陀佑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诗爱情保鲜记 晶云的网友提问 我为了他来到这边 我的身边没有朋友和亲人 我不上班了 整整一年多 现在他说我这样或那样 因为我真的在这边 找不到我喜欢的工作 可是我想去别的地方发展呢 他又不愿意 非说要存到五万块才离开 他的身边是有他的家人 但是他的家人对我不是很好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 不要为了一个男人 而远走他乡 因为你首先就失去了矜持 失去了矜持的女人 男人是不会珍惜的 其次一个能够让你远离家乡 而不是来到你身边的男人 其实他没有那么爱你 因为说明在他的家乡 有很多东西比你是要更重要 最后当你只身一人 举目无情 把他当成生活当中的一切的时候 他并没有感觉到 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 没有好好地珍惜你 所以这个时候 你应该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回家 我们的节目是由 绵绵宝石石水嫩 伊贝斯海绵霜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斯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本栏目由拍视频能赚钱的 火山小视频APP特预约播出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护战友 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开乐眼睛大力支持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